好我们来讨论2022年的农中华年终考那个初二代数 初二代数的题目 第一题以至a平方等于225 然后225 然后呢这个a的可能值 那开根号呢要复一方正负 然后225如果你没有记起来 225到底是多少的平方的话 你可以说我们做这个殖民数的分解 那很明显了5个位数是5的话呢 它肯定是可以被5整出 54525再做一个5的话呢 9545再9本身就是3乘3 所以它是两个5两个3 535所以它开根号之后呢会得到15 然后再补一个增负 你就会得到正15或者是负15 所以这里有两个可能的值 OK很好 第二题这个根式 我们要处理根式了 72呢它其实是36乘2 36可以开出来变6 然后6二十二 所以你会得到12根号6 应该12根号2 再来这个2根号7呢 应该是没有任何简化的方法 你只是造钞而已 200的话呢你是100可以开出来变10 对吧 100乘2 所以100可以开出来变10 所以它是10根号2 没有问题 问题在这个252 252你除以2得到12的6 再除以2等于63 再除以2等于21 再除以3 除以3等于21 再除以3等于7 换句话 大概有两个2两个3 然后还有一个7 所以两个2两个3可以开出来变1个2 一个3 一个2一个3 326 对不对 所以6三十八 为什么这边会弄错呢 因为你写到前面好像写到3 然后3乘2乘3 应该是3乘2乘3 所以应该是18 所以非常初心吧 我觉得算是初心吧 这种情形 对吧 你就是没有注意到前面那个应该是3 不是2 写错了 然后也跟着做错 OK 所以照理来讲应该这个是18 根号2跟根号2可以做减法 12减10得到2根号2 那这个2跟-18呢 应该会得到-20根号7 对不对 所以复2复10 看起来你是会做了 只是数据错了 就是变成了年代了也是错了 OK 非常初心 考试的时候请小心一些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甜意的 OK 98 它其实是49乘2 49可以开出来变7的平方 OK 所以它先写成7的平方乘2 125的立方根 它其实是-5的三十方 好 它先写成-5的三十方 然后呢 这个4跟号3应该没有简化的方式 根号8是2的平方乘2 所以它其实可以开出来的 我们下一步呢 再全部一次过呢 可以猜的就猜出来 7的平方 开根号得到7 -5的立方根 开立方根 所以是得到-5 10斜下一步呢 就会变成加5了 再来呢 这个2的平方就变成 拉前去变成2 所以22得到4 OK 然后呢 下一步应该是-3呢 乘进来 好 这个负负得正了 这个没问题 -5 三成进去 3呢 根号3的平方得到3 根号3成根号2呢 等于根号6 4 3 12 对吧 然后呢 5减12得到负7 应该就没有任何的简化方式了 因为这个根号2 这个是根号6 好 没办法加 只是 一般来讲 这个常数我们比较喜欢简后面 不过这个也只是一个preference 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这题的答案呢 应该没问题 7根号2 减7 减4 根号6 很好 OK 那是三成这样子 那这一题呢 应该直接展开了 因为它有两项跟两项 那前后的这两项 好像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 那我们这两项相承 晚银的做法呢 它是前面这一个乘三整个 再减去这一个乘三整个 所以它分开了这样子的写法 然后呢 才把这两个分别的乘进去 好 就是做慢一个步骤这样子的 乘进去了 2根号6 3 2得6 根号3 根号3 得到这个乘3 负根号2 根号2 根号2得到2 所以是负3 乘2 然后负负 负3 乘3 得到负9 根号2 乘根号3 得到根号6 所以根号6呢 可以加起来 对吧 2减9 得到负7 6 3 18 3 2 得6 18 减6 得到12 所以还是这种情形 负在前面的就不是很好看 然后我一般上又会把那个12 拉前去 12减6 7 根号6 but again 这个只是一个 reference的一个写法 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不喜欢那个负 马上在前面开始 不公没关系 不调换位置也没有错 所以这题我也不在 不调剔的 不调剔的 alright 再来看D呢 这个就要很 经常同学会忽略的 看到根号跟平方就直接跃 这个思路呢 是非常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照理来讲 里面取平方 负负会得正 所以他其实是 二分之三的平方来的 那个负要去掉 为什么呢 你开根号出来的东西 会不会得到负责 不会 OK 我们即使里面 如果里面有负的话 好啊 即使我的根号里面有负 我都是得到 五十根 就是五解啊 里面根号里面不可以有负的 有负的话反而是做不了 其实 所以即使有负也好 我是做不了 而不是得到负责 所以如任何的负好 我取这个根号啊 我们前面没有补一个负的话 我是要拿到正的 所以这边应该是正的二分之三 这个也 也是很多东西会混淆的 OK 再来呢 我略显慢了一点呢 就是 正宇呢 是处理后面 他就把六十拆成 二乘二乘三 五乘三 那当然五乘三是没办法开的 就是二的平方可以开出来 变二 二跟号十五 然后呢 九的话呢 是三的平方 所以是可以拆成这样子 三分之二 跟号十五 那其实中间这个呢 你可以一次过一起处理吧 我们通分他得到五分之三十 三十减三就会得到二十七 那二十七是九乘三 所以他可以开三出来 所以变成了五分之三 根号三这样子 那我们在有理化分母呢 乘那个根号五 乘分子乘根号五 分母乘根号五 我的分母呢 就会变成五了 我的分子就会变成根号十五 好 所以可以看得出啊 我这个有点翘步了 所以他其实是有配合了一个 有理化分母的一个步骤 所以呢 接下来呢 就是要加这个二分之三 再加上这个五分之三 根号十五 这个是加上三分之二 根号十五 这两个有根号十五 所以这两项是可以加起来的 所以我们把这两项呢 进行通分 乘三乘三得到十五分之九 根号十五 乘五乘五得到十五分之 十根号十五 十加九得到十九 所以最后是二分之五 加上十五 根号十九 根号二 最后的 二分之三 加上十五分之十九 根号十五 好难念 OK 当然有些同学讲说 老师我的这个二分之三 需不需要一起通分 放在一起 变成分母是三十 要也可以 不要一分 OK 都行 你要的话 变成三十分之四十五 加三十八 我写一下 三十分之四十五 加三十八 根号十五 也可以 变成一个分 不过你可以看到 好像数目变得更大去了 我们比较 而且没有强迫性 要这样子来 简化 All right 一的这个呢 看到分母有根号 我们将进行 有理化分母 那这个有理化分母呢 我有二根号五 加根号六 我就乘上二根号五 减根号六 那这个就是加配减 这样子 OK 分母乘 分子也乘 那分母乘分母的时候呢 你就会得到前平方 减后平方 二根号五的平方呢 就会得到二二四 四成五 四五二十 根号六的平方呢 就会得到六 二十减六呢 就会等于十四 十四跟这个分子的二呢 越掉就会得到七 最后得到七分之二 根号五 减根号六 那这个就是 OK Entrance的做法 有点不一样 他没有把这个减掉 他反而是直接的月减二 前面月减二 后面月减二 变成十减三 最后才变七 当然可以了 只要你的步骤没有弄错 当然这个两边一起除是可以的 只是怕很多同学会把前面的月减二 后面的月减二 比较鼓励是先加了起来再月减二 All right 第三题 二X根号五 等于根号三 减根号十 他要说这个X的最减根 当然我们要找X 我们把其他没有相关的东西丢过去 对面就行了嘛 所以他二根号五 跟这个X的乘法的关系 我直接拉过去呢 就变成分母吧 接下去要做的只是 有理化分母的 所以分母有一个根号五 我就分母乘根号五 分子也乘根号五 只是你要注意 你是分子跟分子乘分母跟分母乘 你不要去月减 有些同学啊 不知道干嘛 哦我月减 你月减 他不是变成同样的东西 对不对 对 所以要注意啊 你自己要搞精神 你要干嘛 根号五乘根号五呢 就变成五 五乘二得到十 那分子方面呢 你根号五乘进去的话 根号五乘根号五乘 根号三就会等于根号十五 那这个十本身 它是有二跟五的 所以它是有两 它就会变成有两个五在里面 所以两个五可以拉出来 变一个 五根号二 五根号二 所以最后呢 你会得到根号十五前 五根号二再出于十 这个只是写法上 看你要怎样去简化啊 等等的啦 事实上如果是我做 我是直接这一步 叫这一步呢 OK 不是很好啊 因为有些老师 是需要看你们的步骤 像一行的做法 我觉得OK啊 五乘十的五十 五十再把它拆成 二十五乘二 二十五是五的平方 所以才把那个五的平方 抽出来 也可以 第四项呢 这个呢 是同类根式 什么叫同类根式呢 因为它五次方根 那我外面应该 这个也是要五次方根吧 所以感觉上 2P加5Q应该要等于 那至于里面的话呢 如果我是同类根式 意思说我要可以加起来 所以我这个3P加2呢 应该是17 或者是17乘4 或者17乘9 然后乘上一个完整 这个完全平方数 当然如果是17乘4 4好像不行了 因为它是五次方根 我要乘的话 应该也要乘上2的五次方 又乘32 那到时候那个P的值 感觉像有点太大 当然也不是不行 我个人觉得这题其实有点棒 就是说它有很多组的解法 它也只是要求说 你自己找最简单的就可以了 所以最简单基本上就是3P 3P加2点17 对不对 3P加2点17 这个也不用看了 就完全是同样的值 两个同样的值 就肯定是同一项 那3P加2点17的话 2拿过去减2等于15 15再出以上得到5 所以P得到5了之后 2P加5Q等于5 P放进去520 拉过去负5 负5 负5除以5呢 就会得到负1 所以就会得到说Q等于负1 P等于5 这个就最简单 其实如果你要复杂一点 你讲说3P加2 等于17乘2的五次方 应该也是可以了 所以这题我个人是觉得有点 因为好像不是能处到那么好 有些同学可能想要很复杂的数字 老师就要去看了 慢慢看看做法有没有 对不起 好 再来第5题 我不晓得为什么大家好像不太喜欢用因式分解法 其实要善用因式分解法 因为一般来讲能够做因式分解的 因式分解的做法是最快的 然后其次是公式法 最慢的是配方法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大家很爱用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龙中华一直train学生 这个配方法 因为的确配方法在高中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初衷可能 如果是强迫初衷的同学用配方法有点可怜 我个人是 我说法看到同考了 你不会配方法的 说法好像都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问题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我看一下 即使呢 我不晓得为什么你会把25b平方拉过去变成酱 一般来讲我们会 我不能 我不是讲你错 对不对 毕竟你也弄出来了 5b 负5b 乘起来就负25b平方 负3乘3 就的确是负9 然后呢 交叉成的时候呢 又负负得正 所以15b加15b得到上升低 你确弄出来了 但是你要注意啊 你做因事分解的时候呢 应该是打横 这样子写 也就是5b 减3 然后5b 5b减3 但我应该是标错了 所以应该是5b减3 然后负5b加3 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呢 你就会发现到 其实两个是一样的减排的 都是3除以5 这是负3除以负5 也是真的3 5分之三 所以最后你是两个一样的减排 那我 我会告诉 我一般上跟同学讲 尽可能你把那个所谓的b平方的系数 尽可能控制到它变成正 那你怎样控制到它变成正呢 就是把这两个移过来嘛 变成负30b加9啊 所以这个其实是5b的平方 这个是3的平方 然后你会发现到这个是这么巧 是两个前程后 326 6 5 30 所以它是5b减3的完全平方 那你就不会讲说 哦 我会有两个解还是一个解 这样子 好像很 这个看不太出来 它其实两个解是一样的 其实你抽一个复出来的话 复5b加3 你抽一个复出来就是5b减占的 所以它的确是一样的东西 OK 所以这题答案应该是5分之3 OK 再来看这里 呃 田义用的是配方法 也的确这一题没办法交叉 就应该是没办法做因识分解了 OK 复2你不管怎样抽 应该是得不到复6 所以把复2拉过去 加上中间一半的平方 6的一半是3 3的平方是9了 所以左边加3的平方 右边加3的平方 左边这边就会得到x减3的完全平方 右边这边3的平方得到99加2等于11 所以开根号呢 就会得到根号 正负根号11 再加3 所以你的减呢 是根号11加3 或者是3减去根号11 我们一般说这个3拉写下面 3加减根号11 这样就是3加根号11 不是3减根号11 也可以了 这个我也不调剃了 这个先后数据来讲 应该不太重要 像这个婉营刚才 刚才其实他做到 他把这个复5Y平方变成正 但是其他的你注意了 你这个变成正了 你其他的也要换符号 减的要变加 加的也要变减 所以刚才他忘记封面两个也要换符号 OK 所以这一题吧 如果你做成这样了 你会发现到5Y乘Y 我5Y平方才成5Y乘Y 525 减2就等于 23了嘛 所以如果你做音试分解呢 你5Y减2 乘上Y加5 等于0 Y就会是等于 5分之2 还有复5了 马上就做完了 对吧 你会看到你的这个配方法 的确是慢了很多 OK 我们看一下晚宁的做法 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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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拉过去对面 然后10除以5 就得到2 减2 拉过去变加2 再来加中间一半的平方 就是十分之23的平方 加十分之23的平方 OK 然后呢 就变成Y加上十分之23的完全平方 这个不止不好做 还要这个数字好大 23的完全平方 得到529 加上200 得到729 开根号 729 开根号 等于27 这一边是加的 然后你突然间这边变减 就又弄错了 这个应该是加 拉过去变减 所以十分之27 减十分之23 得到十分之四 十分之四越减 得到五分之二 然后呢 这个是 如果是减的话 减十分之27 再减十分之23 就会得到 负十分之五十 越减得到负五 所以因为你的这个正负符号 这一边的正负符号 变成了你的答案了 正确应该是负五 你算到五 正确应该是五分之二 你算到负五分之二 OK 所以你会看到 差一个符号 就会造成你的答案完全不同 这一题也是一样 可以做可以做什么呢 交叉曾经是分解吗 你看展开进去啊 a平方减6a 这个没问题 四也曾经去变成8减4a 这4a拉过去减4a拉过去变加4a 这个刚才弄错了 所以修改的应该是 负6a加4a得到负2a 如果你要把8拉过去呢 是不是减8 a平方减2a减8 你可以猜成减4乘2 减4a加2a 是不是减2a 所以它其实就是a等于4 或者a等于2 你再捕入那个 那个放格子的那个交叉层 写一写应该就可以了 对吗 就找到答案了吗 为什么还要应用配方法呢 如果你的题目没有要求 可以用因式分解 尽可能用交叉层因式分解 OK 所以这里加1 然后这边也加1 就会变成a减 这个是a平方了 a减1的完全平方 这个就8加1得到9 9开根号得到正负3 对吗 这个应该是减的对吧 减减减减 拉过去变加 1加减3 1加3得到4 1减3得到负2 完全就负6漏了 因为明明是负2 你这边又写3 好多东西的 这个是原应该是正的 拉过去变负 如果你正的话 拉过去应该是负 但是因为你做错了 这里又再做错一次又并对回 这样子 有一点碰巧这样有没有 OK 所以请注意你的步骤 像这里前平方减 两个前程后加后平方 那你这个就是前减后的完全平方 这个应该要减的 开了完正负 这个减拉过去要变加 很多时候正语你经常会读约这个东西 减拉去对面要变加 像这里面是漏了 负2A拉过来应该是加2A加4A 所以你又写了一个减4A 所以你经常这样子的一个错误 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你的怠速很多这种 初级错误 老实说 这是初级错误来的 OK 好 再要纠正回合 这样要再三的注意了 再来这一题 第七题 像这种题目你就没办法逃 他还叫你补足平方法 放不配方法 这个你没办法逃 你一定要用配方法 那配方法的做法 负5 负5X拉过来变加5X 这个加3呢 拉过去变减3 加中间一半的平方 就是2分之5的平方 加2分之5的平方 然后呢 这个当然我通分 我先开平方 他应该是224 5525 所以我通分乘4的话呢 就会得到4分之12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呢 就会得到 这个造超级了 我直接开根号吧 所以我们这里先加一加 他先减一减呢 应该是4分之13 对不对 13 所以开根号放正数 13开不了 但是4可以开 4可以开出来变2 所以你的X呢 应该是负2 不好意思啊 应该是2 负5的 对吧 加减根号13 OK 这个就是你的答案了 对吧 所以我当然 我这个步骤 有点跳了 比较多啦 不过 这个大致上的 那个步骤是这样子 第八题 我来看一下 有一个三角形 它的底比高少97M 面积是80CM平方 请问底和高 那底比高少97M 高如果是X的话 哎 高如果是X 你最好还是写说 底你要再写一下 底为 X减9 CM对吧 底比高少9 所以呢 你就是面积怎样算 2分之1底层高 X减9乘X 然后呢 等于这个8 X乘X减9 就是X平方减9X 这个2拉过去乘2 然后直接乘2就开了 不用写除以2分之1变成乘2 所以乘2得到106 116拉过来接边减160 这个真的不能敲叉成吗 真的不行 我想一下啊 16乘10 16乘10 16乘10不行 但是你算出来是更好10 但是你不行了 如果你没有做错的话啊 我看一下啊 负B B平方是81 减去4AC 46424 41456 640 加81 640加81 为什么变640呢 啊 好像没有加到81啊 是啊 好像你做错了吧 好 81加640是多少 我写一下 721 对吧 应该是更好721的 增负啦 我们还是写回正负啦 我相信你可能预知到说 如果是负的话呢 他就会得到负值 然后X不可以是负值 他等等的原因 你不要想 你不要想这么远啊 你先 放回正负 因为我们的公司是正负的 对吧 721如果我没有记错 应该是整数来的 哎呀不是啊 负B 不是81 我没有加错吧 81加就是 721 那721如果除以 除以3不行 除以3不行 除以7 可以 103好像也开不了 真的 真的是这么丑 真的是这么丑 obj 就要 5 6 5 5 5 7 5 5 6 6 9 10 7 7 6 6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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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b平方9981 减去4ac4乘160 640加81 没办法了 如果我们定解的话 应该是这样子 721 然后除以2 当然那个负值不行 负值不行 所以我们就只能拿正的 所以它的底是多少 它的底就是721 再减去9 就是二分之18 所以就是721 减9除以2 好丑 是不是有出现什么问题 真的是做到这种答案 不要讲你们没有信心 连老师做到也是觉得是不是我做错的 要检查多几次 OK来看一下第9题 下面的线性图 这一次的考试有统计学 统计学学后没有上过 它其实很简单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就好了 A A是上面许线 B是下面实现 在2014到202的那个 那个六论 那相差最少的应该是这边吧 还是这边 这一边 这一边是四个格 这一边是四个半 这一边也是五格 这个五格 这里有五格 所以应该是四格 这一边 四格的话呢 是差了20千 在2018年 相差20千 对应该是 OK 那B呢 它是讲公司B在2014到2018 2014到2018 它是利润增长 这五年的总利润 总年利润 年利润 年利润 总年利润 总利润不好 为什么要总年利润 到底是要平 平均一年的利润 但是又配总 这个有点奇怪 到底要他要什么 OK 五如果是我的话 是60 减去五 得到55 是吧 公司B 公司B在 逐年增长 逐这五年的 总年利润 不是 应该是用60 加上35 再加上20 再加上10 再加上5 5加5 10 20 30 40 那应该是 这样讲 这个 金威 20 20 100 135 5年 12 3 4 5 对啊 没有算错 OK 60 加 35 加 20 加 10 加 5 5 加 5 金威 1 6 3 1 130 6 3 1 就金威 还有2 1 是吧 应该是130 千吧 OK 130 千 应该是总利润 为了要总年利润 年利润 就感觉 好像要除以补的感觉 这样 但是你如果是年利润 你就应该是用平均嘛 平均年利润 这个我是真的是有点要吐槽他的那个用语啊 到底想干嘛 OK 再来看C 在2020年 然后新冠疫情 然后冲击着他的营收 那A和B公司的分别减少了百分率 所以2019的减应该是看2019跟2020的一个差别吧 所以这个是公司A是用100减去35 走到65 走到65 除以100再乘以100% 所以他是减了65% 而公司B因为他在2019其实也降下来了 40 跟10 相差30 30除以40再乘以100% 大概是75% OK 对 差不多是这样了 OK 所以 类似这样的题型 给了你图 让你去分析 那个数据 第10题 A外卖平台为了 为了 为了解 为了 为了解次数客户的情况 特别对2000个客户进行了调查 根据次数的四种类别 这些纯素 淡素 奶素 淡奶素 什么 就是他吃素 但是他可以吃淡 他吃素 但是又可以喝奶 然后又有一些是淡跟奶 也可以 但是就是叫吃素 anyway 这里求淡素的 饮食习惯的人数 咳咳 淡素 淡素是30% 所以我们用2000乘上30% 约一个零 约一个零 600个人 就找到了 那纯素 的角度是多少呢 就是这里 其实已经给了98 90度 这是144度 那当然你 就可能就在怀疑 我没有这个淡素的角度啊 但是因为30%其实就算是给了你角度嘛 30%乘上360度 你就可以算到638 339108 所以这个淡素的角度其实是180度 OK 这样 呃 纯素我们基本上是用360度去减的 减108啦 减144啊 哎不能一起减啊 OK 然后再减去这个90 90度 呃 你要一起减可以198咯 对不对 108加90就198直接减 呃 6 结尾 12345 6 7 8 9 得到6 3 结尾 减1 162 呃 这两个已经减了 再减去144 所以得到86接尾减4 18度 OK 所以它原型角度是18度 可以啊 所以要搞清楚巴仙跟度数 它有差别 但是其实是呃 可以互换的啊 可以互换的 容易互换 若淡奶素 是得其中的八分之一 转去纯素 请问以纯素 为增加了百分之多少 淡奶素的八分之一 首先我们要看到淡奶素的八分之一 你不一定要用人数的 你可以用去角度来看 所以比如说 我这样 淡奶素114度 的八分之一到底是多少度呢 呃 就是 818 8 864 对吗 就有18度转过去 但是 纯素 本身就已经是18度了 18度转过去 基本上它就是100%的增加了 对吧 那增加100% OK 当然你会觉得很奇怪 老师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表达上是有点辛苦了 对吧 18度用角度来看它的增长率 好像有点奇怪的感觉 其实理论上是可以的 当然如果你要的话 你还是可以换去人数 然后再去算一样的啦 你到最后也会发现到 它基本上就是增加100% OK 可以哈 搞懂吗 大概是这样的 我看你的 数据 我反 我反而搞不懂 你的 你这么刚 去算买数 25% 是吗 你为什么去算25% 你应该去算大乃数啊 我搞不懂 反而我搞不懂你的做法 最后一题啦 第11题 这一题可能 要画这个累计频数多边行 这个应该可能做不了 我不知道停意有没有做 没有啦 OK so anyway 就我们看ABC就好了 然后E的话基本上就是从表那边对过去而已 那我们就不讲啦 自己看着办 之后这个F怎么找 F的找法 基本上是用80去扣吧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直接的先加起来 这样 其余可以加的 我们就加 就是4加6 5加2加3 生2 敬畏2 246 7 所以应该还要再加18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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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 所以F应该只有8 8个人 OK 正确 然后 平数最高那组的组终点 平数最高是 这个是8 所以平数最高应该是这一组 组终点应该是两个相加 除以2 215 215 OK 然后呢 再做这个累计平数 国费请 呃 累计平数 分配表 那180 这个是要少过 180 就有四个 所以这个是累计平数 4加8 等于12 12加12 等于24 24加16 等于40 40加25 等于65 65加12 等于77 77加3 80 非常好 OK 然后再用这两 这两栏的数据 画成那个累计平数 国费 然后呢 他我们再稍微的讲解一下 D这一边画出来的 他要找少过205 所占的百分率 其实可以可以从这个表里面估算到的 为什么 205刚好是 这个正中间 对吧 也就是说我的24 再加这一组的8个人 所以大概是32个人的 然后是205以下 所以呢 那个答案大概是80分之32的 乘上100% 然后 368 32 大概是40% 当然你对表就容易了 你是对上去 就是205 对过去 看人数 这个人数再除以总人数 80再乘上100% 他的人数应该是32 OK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了 啊 268 266